为什么古代皇帝都相信有长生不老样呢 因为每一个人啊 他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有的人呢 一出生就受苦挨饿 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多赚点钱 能吃饱穿暖 最好再有个房子能住一下 那就知足了 有的人呢 就不一样了 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勺 什么钱呀 房子啊 锦衣玉食啊 这些都不新鲜 他想干什么呢 他想当官啊 当更大的官 获得更大的权利啊 能支配更多的人钱物 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 结识更多的上流社会的人 还有一些人 他们一出生就是王公贵族 金汁玉叶 相比于那些个奋斗半生才登堂入室的人 这些人啊 就算什么都不做 他们年纪轻轻也能混进政治局 当个被子被了什么呢 跟玩一样 你说他们想要什么呢 能让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啊 可能也只有那个皇位了 所以你就能理解 康熙爷那举个大宝贝 为啥不享受生活 非要冒着一臭万年掉脑袋的风险 去争那个皇位 可是现在呢 有一个人 他当上了皇帝 成了真正的九五之尊 万众瞩目 他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要女人有女人 要谁跪下 谁就会立刻扑腹在他的脚下 反正全天下都是他的 他想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 你说这样的人 他还有什么烦恼没有啊 那当然还是有的 比如说衰老 比如说死亡 多少钱也换不来青春年少 多少钱也不能让你重活一回 你看着所有人都冲着你山呼万岁 圣体康泰 恍惚间你还真以为自己还能再活五百年呢 但总有一天衰老袭来 死亡将至 你才恍然大悟 自己虽然贵为天子 但终究敌不过生老病死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突然出现 他告诉你 茫茫东海外有一座仙山 山上有一株仙草 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 那你愿不愿意抱着侥幸的心理 试着派人去找一找呢 nice 说实话 这跟科学水平高低啊 没有什么关系 完全就是人类的求生本能 想活着 想不死 想永远年轻 今天呢 科学水平倒是提高了 不还是有太多的人 相信那些个一吃就灵的神药 妄想道声逆掌 鹤发童言 无端被骗子 骗去了许多钱吗 还有那些尚未死去 却留下遗嘱 要把自己动起来的人 他们寄希望于 有朝一日 科技昌明 自己能重建天智 然后再把自己身上 那些个绝症彻底修复 再看看几百上千年后的世界 究竟是什么样子 说实话 这些现代人的精神境界啊 跟古代人相比啊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层次 甚至还不如 根本没有必要厚金薄骨 视古人长生不老之梦啊 为愚昧 至少古人还琢磨出了佛法 来安慰饱受求生本能折磨的云云众生 而现代人呢 除了刷手机 打游戏 似乎也没有什么能真正安慰他们空虚的精神世界了 就麻烦了 Chin 我